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 www.sworld。事情大概是这样,两天前,知名记者Shames报道,杜兰特向蓝网重申交易请求,然后在今天,SNY记者Ean Bagley表示,76人,已经成为了杜兰特的另外一个理想下家。 虽然不知道目前蓝网和76人的谈判,见诈到什么程度,但是,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如果76人,想要得到杜兰特,除了要用托败俄斯哈里斯的合同,配评,和付出大量选秀权之外,他们还必须要在筹码里,加上马克西。 球员被涉及到流言,可以说在所难免,但是,对于马克西来说,这样的一条流言,对于他,绝对是一种实力上的肯定。 马克西,是2020届的首轮21顺位,他不是一个乐透秀,但是,经过了两个赛季的打磨,他已经成为了联盟最具潜力的年轻人之一。 其中新秀赛季,马克西得到的机会并不多,他一共出战了61场比赛,其中首发只有8场,场均15.3分钟时间里,拿下8.0分1.7篮板,2.0助攻,而且,三分命中率,只有30.1%。 需要说的是,虽然数据上不怎么出色,对比同节的爱德华兹,三球,更是没得比,但是,马克西新秀赛季,也有过闪光点,生涯地时场常归赛,马克西,就在面对决金的比赛里大爆发,全场33投18中,轰下了39分7晚板6助攻。 这是马克西。